居然在門口對著媒體揮手 2011年民進黨主席蔡英文 親自來到前總統李登輝的寓所 與他閉門商量重大議題 而這個地點 就是頗碩之意的翠山莊 整個不超過100坪 可是這個卻超過了300坪以上 而且還蓋了三層樓 各位看看這只有兩層樓沒有三樓 兩層樓沒有三樓 可是這個有三樓 2001年台北市議員李慶元 拿出照片指控翠山莊 是個加蓋的大圍件 沒想到十幾年過去 翠山莊又捲入青鎮林地的風波 2000年李登輝卸任後 國庫每個月花30億萬租金承租 當作卸任元首御所 2007年一位大聲卸任元首黛玉 由李登輝孫女李昆宜貸款買下 但是2014年 當地地主對附近15名屋主提告 認為侵佔土地 高院做出判決 認為李昆宜佔用了6.7坪 需要拆屋還地 對此李登輝辦公室顯得相當低調 面對記者提問 匆匆掛上電話 但是王彥均接受平面媒體訪問 強調這是在繼承 道路上的基林地 買來的時候就已經存在 沒有清鎮林地的問題 而且李家要買 但是對方卻不可賣 對方在玩什麼遊戲 實在搞不清楚 還說背後的原因 歡迎大家來查 看得出對於這樣的判決結果 相當不滿 不過全案還可上訴 只是過去每到過年 總是關蓋雲集的翠山莊 如今卻只能因為陣地風波 再度要上新聞版面 記者嘉明 張士奎 台北報導 請問一下 請問一下 谢谢大家